音乐 大家好,我是杨成志 2014年加州副州长候选人 今年加州总共有17个公投的提案 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提案 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首先,请我们来讲51号提案 第51号提案是要发行90亿的学校建设债券 加州已经很多年没有在这方面 在学校做很多的基础投资 所以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这个债券的话呢 是要学区首先要自己发行债券 然后州政府1比1的话 就matching,就是说你发行一个亿的债券 加州政府补你一个亿的债券 但是首先要当地的学区要自己发行这个债券 特别是一些比较贫穷的或者是比较偏远的校区 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债券来去改善他们学校的设施 对,这个最后的决定是在每一个学区 他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决定这个钱是怎么去花,怎么去使用 对的,如果特别是我们local的学区选举的话 这个餐饮就非常的重要了 因为这样的建设债券 最后的oversight,最后这个监制是在学区这一集的 第52号提案是关于医疗保证金使用费用 加州的一个补贴的改变 这一点是因为要跟联邦政府的Obamacare去接轨 在短期间来说 如果我们加州不通过这个提案 可能会损失一些联邦政府的基金 但是长远来讲 对加州的医疗系统跟财政的健康 有没有什么别的副作用呢 现在很难看 这个确实有很大的关联 特别是联邦的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会不会改变 Obamacare某一些的细节 可能会影响这个提案 到底有没有必要 对,现在加州这个提案 它基本上是假设 Obamacare会继续以现在的状况存在 所以的话要通过这个提案 让加州能够跟联邦的Obamacare接轨 我暂时来讲是一个no position 不投票的一个立场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的现在跟未来的东西太多了 第53号提案是会对所有在加州 无论是地方还是州一级的 超过20亿以上的公共建设项目 一定要全加州进行公投 这样的话如果这些项目他们的资金来源有问题的话 就不会让全加州的全部的纳税人负责 这样的话每一个加州的公民在这些项目开始之前 我们都能够决定是否去做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的 这个公投的话是要求以后如果有一个项目 比如说如果高铁要矿建或者一些地方性的水利工程或者是电力工程 是需要借超过20亿以上的贷款的话 必须要全加州的来通过投票 现在的情况是 比如说Santa Clara或者是Santa Clara 现在有一个项目超过20亿 它只需要Santa Clara跟Santa Clara通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Santa Clara不能够还清这个债券的话 州政府是有义务去偿还这个债务的 所以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必要让全加州的公民去做这个公投 不会 这是全加州的公投 是要看全加州的票数的 比如说现在高铁已经通过了 所以这是一个moop point 已经不用再讨论了 但是比如说有一个是水利的项目 它是需要借超过20亿的公债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要全加州的进行的一个公投 所以比如说某一个县它可能比较人口少 它反对并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进行 第54号提案是要在更加的让政府有更多的一个透明度 所以每一个法律在通过之前都要在网上有三天的公开时间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发言能够发表他们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 基本来讲的话加州现在的众议院跟参议院都有自己的网站 所以这些法律很有可能会在这些网站上公开 但是以前的话它是没有一个公开的期限的 所以现在的话是通过这个法律就会要求一定要三天的公开 才能够进行最后的表决 首先这个法律的话 我觉得对那些比较偏远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以前的话你一定要自己亲人去Sacramento 才能够知道这些法律 能够说服这些法律 但是你刚才也讲到了 有些人如果不能上网的话 他们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 或者通过别的途径 在网上去关注这些相关的法案 可以在网上表达他们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 最后我希望补充一句 我希望各位朋友不要因为这么多复杂的议题而不去投票 因为在这些提案之后 有非常重要的学区跟城市的选举 有些选举他们的差距是非常的小的 比如说几年前在Burlinggate 赢家跟输家的差距只有两票 所以您的每一票都可能是举足轻重的 决定胜负的那一票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得去投票 谢谢大家